不是所有的幼鼠动物都是黄鼠狼 黄鼠狼学名黄幼 别名黄大仙 是幼科幼鼠家族里最为常见的一种 农村及城市的郊区 树林及河畔 曾几何时 随处都能看到黄鼠狼的身影 其上下传的白斑 是识别黄鼠狼的重要标志 但会因个体的差异 而分布的范围大小不同 黄鼠狼已被掠入 并为动物红色明露 其冬季毛发色泽亮丽 而最容易遭到捕杀 尾毛做成的毛笔称之为狼嚎 而其中的狼就是指黄鼠狼 所以只有加大保护力度 才能避免这可爱的物种 出现灭绝的风险 这是常尾幼 幼名大幼 体型和黄幼相似 是幼鼠家族里偏大的成员 其尾巴的长度可以达到身体总长的70% 眉部的白斑是识别常尾幼的重要标志 故而 常尾幼又被称作白眉黄鼠狼 幼鼠动物普遍动作灵敏 常尾幼则似乎把灵敏做到了癫狂的地步 尤其是碰到猎物 它们会通过神奇的舞蹈来麻痹对手 趁其不备 进而突然发动袭击 很多野兔和松鼠 就是死于杀手的死亡五步 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幼鼠动物都称作黄鼠狼 这是常尾幼惯用的猎杀伎俩 这是灵幼 是幼鼠家族里体型最小的一种 灵幼身体细长 体重甚至还没有老鼠大 但是作为幼科家族里的一员 它们依然是有名的捕鼠神器 当然体型限制了幼鼠动物的发挥 尤其是灵幼 它们很容易被当作老鼠而受到外界的攻击 幼鼠动物的天敌很多 除了猫科和犬科动物外 各种猛禽最为典型 其中陆科动物就能做到完美克制 不单单是灵幼 苍鹿修长的双腿 就是黄幼想要攻击 那也是望尘莫及 肩长而锋利的会 苍鹿捕杀对手 简直可以一招致敌 灵幼经常被误认为是白幼 因为灵幼背部的褐色毛皮 同样是冬下两色 冬季的时候 全身变得雪白 外形和白幼极其相似 但是灵幼要比白幼娇小很多 这才是白幼 是幼鼠家族里颜值的担当 白幼一年两次化毛 背部颜色逐步褪却 腹部则始终保持白色 进入冬季 当白幼全身变得雪白 非常娇小可爱 以至于白幼经常被人类作为宠物饲养 当然 可爱的外表下 白幼也是名副其实的猎手 它们的提形也和黄幼相近 在幼鼠家族里都是较大的成员 狩猎要比灵幼凶猛很多 提形娇小也有娇小的优势 幼鼠动物普遍不会因冬季的食物匮乏而感到发愁 共同的栖息地积雪下过满了地鼠的洞穴 这只白幼在积雪中狩猎 它就像是雪地上的精灵 自己忙得不亦遛呼 每只白幼每年都能捕杀数千只老鼠 对于限制鼠害 幼鼠动物真的是功不可没 这是白幼狩猎时的场景 发现地松鼠的洞穴 白幼立刻出手 它们的嗅觉要比视觉更为灵敏 突然猎杀开始 绞节的伸手 地松鼠避之不及就当场被捕 幼科幼鼠动物的优势就在 它们不仅拥有猫科动物的敏捷 更加拥有犬科动物持久作战的耐力 似乎只要是幼科家族里的一员 它们天生就披上了凶猛的外衣 幼科动物种类般多 即便是臭幼科被单独分离 可它们依然是食肉末 乃至整个犬形类中最大的一颗 其家族成员的数量 在犬形类中过半数以上 幼科幼鼠同样如此 以上所提及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大鸣鼎鼎的艾佑 我们可能更熟悉它的别名 地狗 其性情凶猛行动敏捷 并且很善于游泳和攀缘 关键是地狗的听觉和视觉都很发达 是各种小型动物的素敌 故而又被称作爱护 即凶猛鱼可爱于一身 神奇的幼鼠动物你又还知道哪些